大家好 我是欧妹 这个季节外面长满了野菜 今天就去摘点野菜来吃 这个野菜我们这里叫八菜花也叫清明菜 只有清明节前后才会有 非常的清香 看这花金黄金黄的是不是很漂亮 装了一圈随便摘就摘了这么多 已经够吃了 走吧 回去了 现在把摘回来的八菜花精一下 再来多清清两遍 水开 倒入八菜花 稍微煮一会儿 来切点腊肉 锅内油热 先来两颗大蒜 倒入腊肉 把八菜花也倒进去炒一会儿 来点生抽 来点生抽 然后倒进锅里面跟饭一起煮 基本上差不多了 现在尝一口 来点小米椒和葱花 准备战斗 开始干饭了 把八菜花的清香 再加上腊肉的咸香 搭配在一起 太安逸了 都软了 头鱼 有滋液 到很多水底 faces 在顶部用了 清明节前后有 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 家在户户户就会再回来 做成巴巴 或者像我在焖饭吃 味道真的是没得说 还记得小时候 一到这种季节 放学回家 就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去 田间地头路边 採野菜 好怀念那个时候的蓝天白云 还吃了点太阳好恼火 嗯 实在是太香了 味道流 生的小米椒也辣得够紧 这锅腊肉八菜花焖饭吃的实在是太过瘾了 我身后这两棵梨子花开的好香 那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